各位年兄 各位老乡 今天把大家找来就是为了新官制 唐大人 您是护不侍郎 掌管着朝廷营铺的钥匙 有此要职 还怕他新官制啊 以后还不是太后做了话 今非昔比啊 那新官制总司核定是庆王爷 那儿能说话的就只有这几位王爷们 还有县政管的官爷们 外臣只有袁世凯一个 那中央六部都成了甩货了 那唐大人都玄乎了 那咱们这些地方官不更完蛋了吗 是啊是啊 一荣俱荣 唐大人 我们还托您老的红补啊 还需要大家多帮衬哪 咱们屋里请 请请 宝贵啊 上回在日本你给我介绍的那两个月的娘们可搔得更劲啊 哎呀 来 来 来 跑回啊 怎么着 闻着这新官制的味儿了 就该是玩大手笔了 不是我 是我家主子 圣宣怀 老家伙 老爷 我跟你说 去去去 他想要什么 新官制 新部门 游传部的 尚书 抓住了招商局还不够 还要把大清的工商邮政 弄到手 他的胃口蛮大的呀 可有机会呀 还不是老爷子一句话 圣宣怀 他玩得起吗 多少 卖你个辩子 现银 六十万两 现银 上海的银票啊 在北京不好使 我说 鲍葵啊 我记得你在日本游学那会儿 学的是游政专科吧 卑子好记性啊 怎么着啊 还跟着那个老东西混呢 该换换手了 啊 卑子想要我赶换一下门庭 没了李中堂 那盛宣怀 脱了毛的凤狂 还不如个鸡呀 坐坐坐坐坐 大家随便坐随便坐啊 要说易呀 也不容易 要说难呢 也不算难 不就是让银子说话吗 没银子啊 一了百了 有银子呢 一通百通 可就是庆王爷那个胃口啊 那哪叫胃口啊 那简直是大漏勺啊 要我一个人往里赌呢 难哪 唐大人 要哭咱们一块哭 要洗咱们一同洗 您说怎么办 对 您说怎么办吧 只好请众位筑款 筑款 这 这往年没这事啊 也只能怎么办了 保住了唐大人 才能保住咱们大家呀 对对对 唐大人 您说 出多少 一百万 啊 上来路都这么多钱你呀 这么多钱 这么多 太过了 得 我这就回去 把我那老宅子卖了 唐大人 没问题 我回去把孝敬老娘的银子 拿出来 行 我那三姨太也不娶了 我回去把那小妾卖了 好 咱们筹款去 好 多谢大家方筑 多谢 多谢 老师的记忆越来越高明了 差远了 这点活要是在年轻的时候啊 早就干完了 哎 摆那边吧 哎 那时候啊 就爱干这个 不爱读书 老师也有不爱读书的时候 啊 可举苦啊 先父有目双骨 见半月之残月 就以为是 就以为是黎明破晓了 便把我叫起来挑灯服案 后来驾到中落 亏了这手手艺 哎 了不佳用吧 现在 到成了读书之后的 一点乐事了 老师十七岁急入辅学 二十一岁重举人 转年连结晋士入汉林 此后大考汉瞻 老师考列一等第二名 派从河南乡市政考官 又一年为河南学政 此后二十余年奉使暗室 集武行省 亏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啊 哎 不过啊 劳作也罢 读书也罢 其目的 都是要积德累人 敬重报国呀 不过 以清德 孤操奏完一生 却谈何容易呀 学生以为 老师做到了 就要实行新官制了 庆王一筐总司核定 你不想寻个机会吗 哎 庆王正准备五十寿典 到时候庆王府的门槛 就要被踏破喽 老师 权 人人所欲也 利 人人所欲也 学生亦有所欲也 一个清明两袖清风而已 此生跟随老师廉政卫国 足矣 来 送给你了 坐着它 会很稳当的 来 来 诸位 请坐 我大清离定新官制会议 蒙一旨特恩 在颐和园洪恩殿召开了 此举开千古未有之先河呀 老佛爷已经告诉我了 从今年起 霸选八旗秀女 老佛爷还说 离定新官制 从宫中做起 以为预备立宪之表率 世界立宪之事 太后了然于心以身作责 以法治而行内宫之治 真是我大清立宪的福音哪 宫中新制度 守在裁册内务府 主要分两层 第一 机构换新 内务府大力精简 以服务局代之 二是新机构为服务二字 没有其他职权 只要与财政户部同时进行 宫中所需财物由国家财政 依法划剥 以为宪政 财政为国 并非一家私有之意 户部从此 没了服务宫廷的权责 改为度支部 为总理内阁制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 宫中改制第一要进行的 便是淘汰太监 以女服务员代之 没了太监 用女服务员 老佛爷能习惯吗 此意 必须缓刑 别的尽可缓刑 淘汰太监之制 必须为新官制先行之举 我说郑国公 官制新则新义 何必开局便让老佛爷为难 本王乃皇室之贵州 老佛爷的至亲骨肉 我怎么可能 与老佛爷为难呢 实在是太监之制不除 我大清立宪的形象 在世人眼中 不过虚问而已 此次出访世界各国 无一国有宫廷太监 世界的眼中看来 我大清此举惨不忍睹 让男人以烟蚕之躯 受宫廷驱色之始 使人无法理解 目我大清为野蛮之国 以野蛮之国而心立宪 号召博爱 平等 自由 谁人信之 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 管他各国如何 泽公 在外面转悠一圈 别闹得 什么都是人家的号码 泽公所言虽仅太监 一事 这却是我大清立宪的根本 我看哪 这太监制 并非是我大清守开仙河 勉延汉制而已 我心里头这么琢磨 恐怕太后早就有此意 要废除此制 大清立宪 君主万年不易 太后一旨 但得朝制刷新 一切变革不在话下 这才是圣明远律 高瞻远瞩 废除太监制 不过是枝节而已 枝节尚不能改 立宪千里之城 举足便受到牵制 和一张大法 而行宪政 故世凯赞同泽公之箭 废除太监之制 且一切不立我大清形象的宫廷之制 聚与废除 你还要废除什么 这跪拜之礼也有为人道 当与废太监制度等而官制 君臣之礼五轮之手 不行跪拜 怎能严肃朝纲 西洋各立宪国无此礼 却并非没有礼 什么礼 泽公 你我给他们掩饰一遍如何 好啊 好 阁下 太后 大逆不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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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şekilde 摩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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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奴才来伺候老佛爷梳头 老佛爷 小李子 李大总管 别打了 李大总管 打死你 李大总管 狗奴才 别打了 别打了 让你抽 求求你 看你还敢不敢了 打死你 狗奴才 别打了 狗奴才 让你戒吃 狗奴才 让你戒吃 狗奴才 我打死你 狗奴才 别打了 狗奴才 让你戒吃 狗奴才 我戒打 我打死你 狗奴才 看你还敢不敢 太后 老佛爷 小李子 你这是干什么呢 太后 老佛爷 太后 老佛爷 这狗东西 他偷东西 老佛爷 您老人家 还是劝劝大总管吧 劝劝他吧 往死里打 简直疯了 他偷的什么呀 看 都在这儿 这宫里头是吃不饱啊 还是穿不暖哪 他为什么要偷啊 老佛爷 就要没活路了 要裁涉太监赶我们回家 不预别点儿 回家怎么过呀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 没脑子的鬼东西 你把太后 当成什么人了 就是听袁世凯的 让咱们回家 那还不是金银财宝的回啊 再说了 太后那是菩萨心肠 能认着袁世凯她 伤了咱们这些 忠心耿耿的奴才们呢 你就是欠他 我打死你 我 小李子 得 谢谢爸 走 先过书逃去 太后老佛爷 不是奴才不听话 奴才在这儿 实在是 分不开身子 有几个小太监还等着静身 可是 我一听说 要裁撤太监 这 这又不忍心了 你想想看 一旦给人家静了身 连太后老佛爷的面都看不见 就又赶人家回家去 这不是造孽吗 奴才这心里边啊 七上八下 正乱着 哪儿还敢给太后老佛爷 输他我 要是 断了老佛爷的一根头发丝 那就等于断了奴才的命 我知道 老佛爷您想的都是大事 我不能分了老佛爷您的 不 不 不再置信呢 奴才 恭送老佛爷 手 宋师凯还说过 要停了跪拜之礼 你们怎么还跪着呀 段师父 段师父 来了 乖 给段师父磕头 来 磕呀 磕呀 乖 过来 给菩萨磕头吧 去 快去 都备好了吗 师父 都备好了 那就来吧 退衣 去 咱们脱衣服啊 都脱了 喝药 稳身 你们慢一点 慢点 门口 张嘴 刀 看一镜 孩子 忍着点啊 这俗话说呀 忍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来 咱做太监的 也能够出人头地的 所以呀 你得记住 要能吃苦 要忍得住 这样 长大了才能有出息呀 对吧 请问袁大人 孙师父 一撤督察院 是何用意呀 孙师父 没别的意思 这新官制成立以后啊 是督察院就没用了 要建设新部 已适合新制 胡说 我中华帝国定制封建 督察御史 就是朝廷的耳目啊 虽直系言官 然人微言重 究举不法 谈何失职 百官忌惮哪 如有不臣之心 欲使即可 口诛笔伐 以正刚常啊 如此重步 岂能异彩呢 我的孙师父 您这是说的哪里话 这新官制成立以后 御史之志不在 但 监察的效用不是减轻 而是加重的嘛 各位王爷 各位大人 按照宪政常规 立法 司法 行政三权分立 监察 是议院之权 内阁行政部门 就不必单独设立 督察院了 而十二年 预备立宪期内 此议院之权 由中央资政院 和地方资议局代之 另外还要建立 法院和大法官制度 纠举官员不法 弹劾政府失职 多头并举 众目睽睽 有法可依 教制目前的 只有行政督察院 一条沿路 强的不可以道理计 胡说 议院和法官 那是将来的事情 今日 躺屋玉使 那些位高权重 狼子野心之人 谁人督察呀 嘉庆朝之巨贪何身 道光朝之大监目张阿 若非玉使高张唐河之至 我大卿哪有今天哪 今我大卿预备立宪 老臣高兴啊 若督察 若督察玉使 乃刚技所为 朝廷之耳目 方敢异才者 怎么了 都是奸臣 我说孙师傅 您言重了吧 一点不重 孙师傅说的奸臣 就在这里 王爷 您把话说清楚 你以为本王二龙免瞎 新官制尚未议定 某人以内定为副总理 某王爷的辈子 以内定为商部大臣 官制未成便以把持朝纲 不是奸臣 又是什么 我说蠢王爷 当务之急 乃确定新官体制 人选之事 不在今日之一 心里没鬼 为何不敢说呀 这奸臣不除 新官制无须在意 看来王爷 是不管轻重缓急了 重者自重 轻者自轻 说得好啊 说得好王爷 是该想起庚子年之事 好生佩服王爷 那年 王爷赴德国交涉谢罪一事 德国皇帝 一定要王爷行跪拜之礼 王爷您呢 毅然在比利时驻足 请示行赞 并与德国严正交涉 那个时候王爷 您只有十八岁吧 十八岁 倒能识得大体 如今又长了六岁 如何 倒不知轻重呢 袁世凯 你敢嘲讽本王 侯魔辰 哪儿 你敢去 expansion 包括条纹 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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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Park 一滚刀肉进门就喊 拿钱来说着从口外里 抽出一把刀来 对着掌柜的说 你砍我 掌柜的对他说 我砍你不着 那滚刀肉抓起刀来嘴里说 你不砍我 说话间啪 一刀砍向自己的胸膛 嘴里说着 我砍我自己 顿时血流如注 本王不是滚刀肉 太后驾到 故隐老何爷 把枪给我 都起来吧 系列太后驾 老淳王在的时候 对我说过 他这两个儿子 一个做了皇上 宰峰年龄小 当不得大任 我呢 明白他的意思 可毕竟宰峰是皇上的亲弟弟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反倒破了规矩 让宰峰多加历练 所以我先说 他早有些事 他的虚拟 他也不想去 我又说他 呀 他也不想去 我看了一样 他也不想去 他也不想去 都想去 他也不想去 禁闭 今儿个不准吃饭 再说立宪离定新官制 话说的不少了 这事 是要下大决心 大权揽于朝廷 庶政公之舆论 大原则定了 权力该如何分开 官员该如何更新 该裁什么 该撤什么 都该照着预备立宪的 已定方针办 动摇不得 臣谨准尊义事 我说吴大人 徐京基能给咱们 透点消息吗 我最懂老师的意思 你们就听我的吧 以往据是传闻 没想到徐京基还真是身体必行啊 老兄你说什么呢 徐大人这是告诉咱们 取点手艺 准备回家谋生吧 哦 下官立部侍郎录大县 听传闻 袁世凯在会上说 所谓立部 不过给上面 已经任命的官员 签字认定 根本没有任免之权 所以定要裁撤 此后 立部之权 贤规内阁 立部数百官员 拒与除官 可是真的 笔在齿下走 墓在齿中直 两点本一线 忽然没规矩 陆大人 立部休矣 徐大人 下官护部侍郎 唐庆昌 听得传闻 那袁世凯说 所谓护部 不过是一帮子出纳 根本没有统计之权 即使统计 也不过是造假寿而已 所以一定要裁撤 今后护部没了 新成立的杜织部 又不要一个护部的老人 也归内阁管着 可是真的 产在墓中走 谢在产下飞 本来都是墓 如今话虚无 唐大人 看来护部盈库的钥匙 得交出来了 徐大人 下官立部侍郎吕文彦 听说新官制成 头一个便是 我礼部无用 那袁世凯说 所谓礼部 不过是主持典仪之事 并无礼教之权 所以要裁撤 今后宫中内阁 去设秘书处 我礼部数百官员 无一人能有当秘书的本事 所以以后都是无用之人 让我们回家抱孩子 您说是吗 水在锅中愁 无奈半交期 本来非一物 是一定要成为垃圾的 那兵部就不用说了 刑部也不用说了 兵圈还不是袁世凯的吗 成立法部都归内阁 刑部大堂那两块 打屁股的板子 我这就给曲大人送来 工部就更别提了 整天这工程那工程的 累个臭死 新官治成了原家治了 裁了就裁了 那太后也不管吧 新官治草案 就是太后让袁世凯搞的 看起来 他这个副总理是板上钉钉了 袁世凯还不趁机塞进 他的私货 矇骗太后 我们还有什么活路啊 曲大人 你可得想想办法呀 是啊 是啊 徐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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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老师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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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大人 请回吧 回吧 诸位大人 话都是我吴玉鼎说的 我老师 可是见都没见过你们哪 请回吧 走吧 我说妹子 你这又抱大孙子了 可真是有福啊 啥福啊 人家生孩子 都是祥瑞满天 我那媳妇生孩子 哗哗地下大雨 孩子出来了 哭个没完 就跟我生他爹的时候一个呀 这么多年你都不来看我 你今儿个来 是为了宰风吧 好 既是 她老给你添乱 你就放她回家吧 我这是监狱啊 我今儿不就骂她两句吗 你当我真关她的禁闭呀 我就不心疼她了 你也不愿意 你这音乐 我都 Curry呀 你那你不愿意 什么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跟我的儿子 姐姐 人家是太后 是老佛爷 是咱们的主子 就是把你打死了 我也得喊她万岁呀 妹子